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4月10日 星期日 上海的疫情 不單止 封了那麼多天 也沒有任何 好轉的跡象 甚至是 繼續上升 民怨 已經沸騰了 已經10天 上海市的副市長 中明 9日宣布 要再展開一次 全上海的篩查 根據篩查結果 劃分一個封控區 管控區和防範區 實行梯階式管理 這個也是上海政府想鬆綁 結束這個全部封城的狀態 中明在記者會上一度耿煙 好像想哭出來 沒辦法了 快要衝軍了 去西伯利亞衝軍了 現在的疫情那麼嚴重 但是 中共似乎 沒有放手的跡象 現在 上海的疫情那麼嚴重 但是官方 竟然 制出一個 疫情 共存論 與病毒共存 是侮辱科學 很嚴重 這個署名叫做 蛇惠敏的評論文章就說 當前 上海的 疫情形勢 嚴峻 網上輿論升級 有些洋專家反對中國動態清零的聲音甚囂塵上 他們妄顧事實推銷魚丁都共存論 中國堅持動態清零不科學 試圖 有道我們要躺平 現在很嚴重 現在 我想這次很嚴重 為什麼呢 因為 上海市府知道沒有辦法繼續下去 但是他們的 這些文章 不是這麼說的 這次很嚴重 所以 我們想跟大家說一下 這次 上海 可能 要更加嚴重 而且消息說 封鎖 封鎖到 6月 副市長忠鎖出來哭了 真的慘了 現在又說很多人得不到 物資 我們看到 竟然 那篇文章 官媒這篇文章其實是很嚴厲 文章說 目前上海出現部分居民 食物緊張情況 明明原因是這個疫情防控不力 以及物資調配不足 配送不力 卻被共存派歪曲成防疫影響民生 要警惕這類將抗疫和民生對立起來的因果顛倒邏輯 的確是 如果你有能力 同一時間 安排2500萬人 同一時間可以吃足三餐 當然你是有能力 問題 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 有這樣的能力 該文還寫著 目前世界上 躺平共存的絕大多數國家 都不是先做科學研究再選擇躺平共存 而是先抗疫失敗 只能躺平 然後文過識非 炮製 病毒共存率來胡弄民眾 宣佈躺贏 這是典型的因果顛倒 而且雙重標準的認知作戰手法 對躺平共存 他們搞無罪推定 拉科學來洗白 對動態清零 他們搞有罪推定 用紋身就做黑鍋 文章最後寫 動態清零 才是尊重科學 中國是尊重生命的 科學研判 主動選擇動態清零的防控策略 並有能力 成功執行 這句更加是謊話啦 你們根本執行不了 兩年多以來 中國在世界排名前年的經濟體之中 武漢肺炎死亡率最低 經濟發展最好 又進一步驗證了這個選擇的科學性 面對當前的上海疫情 我們要保持戰略定力 堅定必勝信念 別被顛倒因果 溫柔概念的躺平共存論大歪了 好啊 我們等了你很久 多想 你們 繼續做下去 如果你們突然說 跟病毒共存 我們就慘了 好 繼續讀下去 據悉 連一來上海疫情嚴峻 當地採取嚴格的防控措施 由於封控隔離人員很多 醫療資源和生活物資在吃緊 網絡上有很多抱怨的聲音 中共上海市委6日深夜發佈了 致全市共產黨員的公開信 號召黨員衝在第一線 毫不退縮 上海市另一副市長陳通 7日發佈會表示 因為疫情防控 雙超菜市無法正常營業 電商平台 沒端配送能力也明顯下降 出現了生活物資難底加盟的現象 官方只是組織貨源 最大限度覆蓋市民基本需求 以居民下單 雙超配單 志願者送單的形式 全力保障生活需要 各區發放的蔬菜禮包 將盡力做到全覆蓋 同時允許 非涉疫原因被封在小區的快遞小哥 回到 供應的崗位 現在 我們 要研究一下 為什麼 現在上海會發生成這樣呢 因為 你們太過高估自己 你們也太過高估病毒 你們是對整個世界的誤判 根本你們就是 不懂事 詳細跟大家分析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堅持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痛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我們逢星期二、四 晚上7點至10點會有直播 希望大家支持 後備頻道星期二日報 大家幫幫忙 現在 稍微有一點點復甦的植物人狀態 大家幫幫忙 做多幾下 讓他徹底起身 我們看到孫春蘭對防疫工作 也要作出緊急指示 因為 太多人 在這個風控區裏面出了事 有些 看不到病了 上海每天最少要做7000宗手術 有5、6、30萬個急症 悶診 那麼多人看病 你現在只是醫治一個武漢肺炎 其他人全部都不理 那麼是不是要醫治一個人全部要死呢 上海發布的是官方的微信公眾號 在4月10日公佈 上海衛議員一級巡視員吳乾瑜 當日新聞發布會上指出 最新疫情以來 截至4月9日已經有11000個出院患者 以及解除醫學觀察人員 並強調 對於出院以及解除 醫學觀察的人 屬於必須做好對折 允許他們回家 不可以阻攔 同時也配合做好他們的居家健康檢測 吳乾瑜說 上海實現了最關鍵的時刻 這個也是副總理孫春蘭的說法 他講返說 我們看到 這個 他說要連續作戰 要過硬作風 堅決果斷 勞勵風行的措施 要加快 去找出那些有確診的人 他另外也說 要做好蔬菜和食物的供應 這些不可以不得 不過 他講返說 中共在漏夜就派了大量的坦克車 進入上海 既然 你說只是配送問題 為甚麼要有 坦克車進入上海 為甚麼要大量的解放軍進駐呢 據說現在有5萬個解放軍進駐 之前 就說人家出來 譬謠 說人家造謠 上海之後會有武警管治 然後有大量的駐軍 現在 即時你們的造謠 說人家造謠 結果 人家 原來是真的 說出來 可能不是武警 但是大量的坦克車 軍車 開入上海 究竟 現在上海 是人間地獄 還是甚麼呢 真的不知道 孫春蘭也去 上海最大的方艙醫院 去看 指揮中心觀察 實時看看陽性感染者 整個流程 其實方艙醫院 很多地方 最漂亮的地方 當然是去看 那些環境很惡劣的 衛生環境不行 不夠飯吃 又或者 很容易出事的地方 他沒有去的 大家都知道 中共領導人會去的地方 全部都是上級安排 全部都是下面的官員安排 他們一定是給你最好的看 一定是看不到真實的一面 所以 這些完全是多餘 中共一直以一個造假為主 我們昨天跟袁爸爸做節目的時候也說了 看不到的東西 一定會被人貪污 一定會被人賣掉 核武如是 戰機也是 一年才用一次 甚至乎 五年才一次月兵 基本上 你不會拿出來用的 所以 拿不到出來用的東西 就可以拿去賣掉 而且這些醫院也是 一定會有一間做節目 做得很齊全的 領導人的視察很滿意 但是其他地方 一定是 貪污 被人偷污 這些資源被人拿了 甚至乎 遲緩上海的物資 全部被人倒賣 這樣的情況 怎麼可以繼續解封呢 現在我們看到上海疫情 不僅沒有收縮 在封了10天 還繼續創新高 原因 就是那個 感染的問題 當你那些人全部在家 照計 應該不會有人確診 是不是 但是 以前那些病毒 傳播得很厲害 因為這是一個流感 季節性的 很容易就算你不是人傳人 個個都有 全世界都是一樣的 紐西蘭 香港 日本 南韓 泰國 現在都不斷在爆發 確診的 但是又如何呢 確診了 是感冒來的 現在已經好像感冒一樣 不過不要緊 最好是中共當作絕症感冒 這樣才可以攬炒全中國 這個也是我們的意願 只要攬炒中共 使得中共的經濟徹底崩潰 共產黨才有機會倒台 人民才有機會翻身 否則 大家要終生為龍 我們看到 上面的消息現在傳出來 最快 到6月份才有機會解封 6月有敏感時刻的就是六四 不知道會不會因為六四 七一 見君又是不解封 然後 8月有沒有到封 應該不會八月了 希望 也在十月份 又開廿二十大 到底是甚麼時候才能解封呢 現在消息說6月 听着先